阿宇日前遭到网友向警方检举 有六首歌曲有抄袭嫌疑 当天经纪公司火速发声明强调都不是事实 将采取法律途径 向造谣者提告 而竟然阿宇为了宣传电影Jane终于献胜 其间阿宇穿着碎花洋装 搭配一件小外套露出参笑 与其他演员和粉丝互动 似乎没有被近日的谣言影响 让粉丝都放心不少 而由于再过几天就是阿宇的生日 现场特别替她准备蛋糕 帮她提前庆祝 蛋糕模样完美呈现 阿宇在电影中拿着摄影机的样子 让众多粉丝大赞 剧组真的太有心了 也希望阿宇不要被影响 继续创作好歌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